今晚就來了朋友推介的這間小炒店 因為我婆婆以前住葵方 所以我都叫做半個葵方人 所以來試試它的小菜看看 我們只點了三個小菜 第一個就是用了新鮮菠蘿的鮮果咕嚕肉 我覺得它的醬汁做得不錯 如果肉再脆一點就不得了 因為肉的肥瘦度我覺得蠻合宜的 所以這道菜我是喜歡的 遮遮橄欖煲其實它是不油的 但我知道它的菜應該有搶過才下鍋 所以這個是小小的扣分位 但質量OK 價錢OK 所以沒有投訴的 最後這個辣子雞真的給客人 因為吃完真的咳嗽不到 都真的有點辣勁 都惹味 還有Pricing 還好 所以這道菜也覺得值得跟大家推介一下